莫把暧昧当深情 几匹渣男竟想一夫二妻 想成人之美 暧昧很多人可能都或多或少的看到过 或者经历过 几匹暧昧让人防不胜防 放在谁身上都会上当 爱情抵不过时间 怎抵不过暧昧 暧昧见不得光 她给人营造了一个美好的梦魇 让人沉醉不愿醒来 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把暧昧当深情 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极品渣男 竟想一夫二妻 想成人之美 一年前在梁牧园咖啡馆里 她第一次请我喝咖啡 然后告诉我她要走了 就是说我要失去她了 她至于选择在这个环境告诉我 实在是怕我失控 事实上我没有任何失控的表现 我整个人是麻木的 两天后我回到了我们租租的小屋 已经是人去乌空 我突然就泪流满面 心里一向什么东西 噼里啪啦的碎掉了 那是一个春天 我曾以为自己永远都离不开 我生活的这个城市 但是从我接到她要订婚的消息后 就马上告诉自己 我要去上海 要到她身边 爸妈伤透了心 一向乖巧的女儿 竟自作组装地辞掉了工作 去投奔一个远在1400公里以外 即将结婚的男人 她的未婚妻是她的高松同学 年少时就暗恋上了高大军朗的她 在她的订婚礼上 她们亲吻的那一刻 我在饭店外的草坪气不成声 在她的好友您的帮助中 我在这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定居下来 一个深夜 她避开她的未婚妻打来电话 语气里透露了联系和关爱 你还好吗 生活有什么问题吗 手机的声音如同天类 把我的泪催生出来 这个电话让我心中无比温暖 看来我终究有一天会等她回来的 一下拍我决定不做任何停留 而是急忙地赶回家去 也许她的电话在等着我呢 而她也总不让我失望 她的电话几乎是每天都打来 语气甚至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温柔 这让我有无限遐想 因为我们曾经那么炙热地相爱过 我就在这种温暖和期待中慢慢地过着 冬天来了 她打电话说 天冷了 记得加衣服 她的语气依旧低沉深情 好像我一回头就能看见她 我终于控制不住说 你能来看看我吗 我感冒了 头疼发烧 她来了 还带了许多礼物 一切仿佛都是从前 她摟过我 像F小女孩那样轻轻拍着我的头 直到有一天 我陪着公司的一位怀孕的女同事 到医院检查身体 走在长长的走廊上 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扶着一个大富翩翩的上富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看清了那是她和她的未婚妻 我远远地停下脚步 身体一点点的僵硬 我有一次听到心在破碎的声音 回家的路上 我终于想明白了那些声音里打来的电话 不过她幸福至于幼儿产生了一点愧疚 网更恶劣地想 她就是吃着碗里的 垫着锅里 以前是 所以她离开了我 现在是 所以她暧昧着 而我居然把她的暧昧当成了深情 我大病了一场 深夜 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 仍然是她的电话 她在那头有些气急败坏 责问家里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 我淡淡地笑着 我家电话坏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来 如果你真的心存愧疚 那就为我祝福吧 我放下电话 突然变得异常轻松 我是该以我自己的生活了 我放下电话